我昨天5點半就搭飛機由上海飛香港 我這麼大的女兒我第一次在機上寫遺書 不是說笑 據語被困機艙小小粒不以為結機寫遺書 是這樣的前日天氣反常據語Cross Over冰箱 小小粒坐過班機要在深圳Landing 不讓乘客下機之外還沒有告訴大家什麼事 5點半飛,正常2個小時到香港就7點半 但到7點半我還沒停 到8點半都還沒停 我們不知為何整個航空很奇怪 所以他就連發3個航空直擊報道機內情況 沒有油、沒有燈、沒有空氣、沒有冷氣 因為我們去到8點多時 整架機那隻鎮我沒試過 是鎮到所有東西都掉落地 所以我真的有幾下的屁股是離了 震到小小粒,簡直作最壞打算 我已經看到我前面一對老人家拖著手 數那些佛簾 我後面有幾個拿聖經出來 我在機上聽到無數次馬航 我自己遇到是傑機 因為沒有人說過什麼事 然後我就拿一部iPhone出來 那些MEMO寫為師 幸好最後沒有事 昨天終童正多演跳舞 好甜 WOW 潮爆人魚線BODY 巨腩 鎖住了 Charmine M.Sai 用腩烤素 Cut食量 Cut油脂 Cut縮便 巨腩用完 紫瘦238 卓越有仇 巨腩節 學配配配給魔射